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走进满是囚犯的监牢 并且还很客气地让囚犯们提要求 这个穿西装的人有个固定职位 叫太平绅士 谁都明白这只是走个过场 偏偏小安当真了 他立刻举手 旁边答书拦都拦不住 本以为小安会一通抱怨 谁知他去用流利的英文 不卑不亢地向绅士诉求 请求监狱给犯人发内裤 这满嘴英文引起了绅士的好奇心 在得知小安曾经是报社编辑后 答应小安会上报他的请求 这种明显是打马虎眼的话 谁都没放在心上 就连点狱长都对他们冷嘲热讽 他们一出去就什么都忘了 很快他就被打脸了 就在当晚所有囚犯都得到了新内裤 所有人都把小安当英雄看待 点狱长看在眼里恨在心里 他在犯人们热闹的时候突然检查 在翻开一个枕头时 他的脸色明显变了 枕头里面藏着的是一条内裤 关键是这条内裤的主人 是点狱长的老婆 白天三条腿干活时 玉族叫他去买东西 结果刚出去点狱长就追了上来 硬说他要越狱 把三条腿逼到悬崖上 点狱长一脚把他踹了下去 是一样把蜡烛 三条腿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了 这可惹怒了监狱里的老大们 四个老大发誓要为三条腿报仇 他们计划在明天吃饭时刺杀点狱长 可由谁去呢 四位老大每个人都说自己当仁不让 公平起见抽签 三生一死 抽到死签的人去刺杀 抽签前这四个每个人都放出豪言壮语 说自己非要抽到死签不可 可当他们抽到生签时 却都偷偷窃喜 林辽还不忘抱怨一句 真没劲啊 祖宗没福 我情愿再抽一次 抽到死签的老大 也只能硬绷着笑脸 转头让手下小弟们抽签 谁抽到死签谁就去刺杀 最终抽到死签的是这个小伙子 别看他不停叫嚣 但到了晚上却又怕得睡不着 小安知道 他还有六个月就要出狱了 如果这时候再闹出乱子 怕是这辈子都别想重新做人了 第二天囚犯们故意绝食 点狱长让手下痛打他们 和话刚说出口 就有人把他逮捕了 原来小安偷偷向报社 透露了三条腿死讯的内幕 在舆论的压力下 他们不得不逮捕点狱长 小安不但惩罚了点狱长 还挽救了育友的生命 从此以后他的地位直线升高 更让他高兴的是 害他进来的探长张耀祖 终于遭到了报应 沦为阶下囚 然而他却并不打算放过小安 监狱会定期举行弥撒 张耀祖趁这个机会 偷偷逼近小安 趁热闹时突然动手 大叔替小安挡了刀 自己命丧黄泉 其他兄弟立刻上前去追张耀祖 齐心协力把张耀祖 扔进了滚烫的粥锅 他就这么被烧死在了锅里 幸运的是 这件事是张耀祖杀人在先 所有人都无罪 这三年的生活让小安下定决心 出去以后 要写一本书记载这里的生活 这里的每个人 都不能用纯粹的好坏来定义 单单一个人字 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的存在 如果你想找一部演技派的戏 这部黑玉断肠歌 非常适合你 里面大量心理描写和眼神戏 对于梁朝伟这样靠眼神来演戏的演员来说 简直是信守拈来 完美地游走在压抑和放松之间 我想只有影帝能塑造出这样不突兀的观感 这么优秀的作品 却像是被遗忘了一样 成了冷门 实在是有些可惜 霞叔强烈建议各位去看看这部 堪称沧海遗珠的电影